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马懿爆料肖战加盟蒙探2024 阵容汇聚七大顶流,收视率第一。 近日,作为爆料博主的马懿一刻也没有闲着,这一次又谈到了肖战,爆料肖战要加盟蒙探2024。 肖战作为录制嘉宾的身份出席。 值得一提的是,马懿还陆陆续续爆料了包括杨幂,曾顺西,陈毅,刘亦菲等在内七大顶流,稳拿收视率第一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样的消息从史至终都没有官宣。 更何况肖战的工作点从来都没有在综艺节目上,假到离谱。 据马懿爆料,青年演员,歌手肖战要以录制嘉宾的身份加盟蒙探2024。 马懿还称该综艺节目已经汇聚了包括杨幂,曾顺西,刘亦菲等在内七大顶流。 都是娱乐圈里数一数二的实力派艺人,依然是豪华的全明星阵容,这是要稳拿收视率第一的节奏。 对于肖战来说,肖战加盟综艺节目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,这段时间也一直都在拍戏。 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赶在春节档上映,哪有时间参加综艺节目?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也都纷纷表达了质疑,还不断调侃肖战要和自己结婚,反正都是造谣。 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 如今的肖战,真正诠释了人红是非多。 网上陆陆续续出现了非常多肖战的爆料内容,很少得到官宣。 总之祝福肖战,作为值得期待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,我们都会做到跟着官方走。 非官宣布约,谨言慎行,专注自家。 目前肖战还有一部在春节档上映的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。 期待肖战在电影里的精彩表现。